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种的时候就给大家过一遍 这样大家种的时候就不会忘记掉 好的 首先第一点是什么呢 第一点就是西红柿它种下去的时候 这个西红柿的苗这是买的 西红柿种下去它的根最好是在下面有12英寸 对 最好埋在下面的12英寸 那大家可能会在想了 这个根根本就没有那么长 咱们怎么做到12英寸呢 所以我们在种的时候如果说你的苗 如果说你的苗是很大了 那么种下去12英寸是可以做到的 对不对 如果你的苗是像我这样还不是很大的话呢 就可以把下面的叶子摘掉 摘掉 然后这个可能还不够对不对 还不到12英寸 那么种的时候呢把它种到下面一点 等它长得 就是把它挖一个小坑 然后种到下面一点 然后呢等它长大了以后我们把旁边的叶子去掉 因为它这个上面的毛全部都可以碰到土以后全部都会变成根的 所以它会扎根的很结实以后呢它就会长得很好 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在种的时候在最底下一定要放足这个两种肥料 这两种肥料呢是放的时候是就种的时候就要放的 所以是不能错过的 第一个呢就是 这个一般种西红柿蔬菜的organic的这种肥料 那么这种肥料呢 它是蛋铃甲三种都有的 这个要放 然后呢 还有一种就是大家很多人可能忽略的 就是这个鸡蛋壳 鸡蛋壳这个做的smoothie 好 那么种完以后呢 在管理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技巧 这个呢在我们种完以后呢 我就会马上跟大家讲 现在大家来看一下我这个操作 那么在选品种的时候 以及选择这个种的地址的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西红柿一共有两类 就是所有的西红柿它不是A就是B A类呢就是indetermined indetermined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无限制生长的 它你能让它爬多高 它就能爬多高 它你不剪掉它还会继续长 然后呢 就是说大部分西红柿都是indeterminate 那么如果你怎么知道呢 你就是拿到它的商标以后 我买的这个品种叫super steak 那么你会看到在它后面 它这个说了vine type是indeterminate 你会看到这个 会看到这个说明 所以像indeterminate的西红柿呢 我今年就做在我 种在我新做的这个cattle panel上面 今年我想这样尝试一下 我觉得效果应该是非常好的 我一棵会种在这里 还有一棵呢 我种另外一个地方想实验一下 这个它种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会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一种是determinate determinate的意思就是它的这个生长的高度是有限制的 其实你就可以也可以把它叫做是bush tomato 就是bush一样的 就是像一个bush 而不是说爬爬爬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种啊 我们先挖一个坑 那这个时候呢挖坑呢是这样的 我们要挖12英寸 如果不太清楚呢也可以尺子来看一下 你看要12英寸 所以还得往下挖 好的现在挖好了 大家看这个洞还是蛮深的啊 差不多量了一下是12英寸 然后呢第一步 我们刚刚说了 呃要放这个tomato food vegetable and tomato plant food organic 然后呢先放一把 大概一小把哈 在最下面 然后再放一些土盖的 差不多一个cup 在最下面 等一下没抖下去多放一点 好 好的 然后呢我们再来放苗 所以这个时候是这样子的 咱们种的比较下面对不对 好 我这个时候呢 需要再摘掉一片这里的叶子 好 先留这些长 然后等它长到上面很多了 我再把这些叶子去掉 所以现在种的还是比较低的 但是没关系的 大家不用担心啊 我们留这些叶子关合作用 等它长得高了 然后我们再来把它弄掉 然后呢基本上齐平在这里 然后泥土都埋过来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说 它在这个 它在这个 下面的根啊就有12英寸了 好 好 种好了 然后这边就先这样子 你就不要土 现在不要堆了 等到它长大了 然后把这个旁边的叶子摘掉 然后再 从这个草莓这里偷两根稻草 旁边呢弄点稻草 一个保湿 一个防杂草 跟利于植物的生长 浇水的时候也不建起来 好 这样就种好了 好 大家都看到最后了 所以要给大家一个bonus 新红柿 它在长大了以后啊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是什么呢 就是给它喷那个阿斯皮林水 也就是我们吃的那个 阿斯皮林那个药 放水给它打碎 然后呢 放到这个喷壶里面喷 这个时候就会激发它的 immune system 让它觉得它要进入一种 战斗状态了 它会长得非常好 那么最好如果买的话呢 是买那种uncoated的 那个阿斯皮林 因为coated的那个 扣的可能有化学成分嘛 对 好的 那我如果有新朋友 欢迎你们订阅我的频道 每一种植物 它种的一些技巧 还有管理的技巧 我都会拍视频 有图有真相的 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 视频每周更新 咱们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欢迎点赞 订阅 转发 Dr.Stellas Garden 美国农家乐